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3年的KIA SOUL这款车它是介于轿车和SUV之间 它有4个车款分别是LX S GT Line还有EX版本 都配备了2.0升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 IVT变速箱 147匹马力 132磅英尺扭矩 油耗EX版本高速可以达到35英里每加轮 程式可以达到29英里每加轮 综合油耗31英里每加轮 其他三款高速是33英里每加轮 程式28英里每加轮 我们先来看看这款车的外观 这款车它是介于轿车和SUV之间的一种车款 然后它的外形很独特 是个方盒子的样子 非常特别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前脸 它的前脸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大灯 它大灯感不感觉像是在眯着眼睛的感觉 这是一种眯眼式的设计 它是一个非常感觉非常的冷酷 帅气也符合年轻人的一些审美观点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看KIA标志性的这种虎啸式的进气格山 感觉是不是非常有动力 非常吸引人呢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其实呢 我们再看来看看它的尾端 它的尾端也很有特色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车尾 看看这个车尾明显就是方盒子的尾部了 很有特色的尾巴 然后呢 我们看看它的是直立式的大灯和刹车灯 合为一体的这种设计方案 而且最最特别的是 它这有个黑色的亮板 这个是装饰用的亮板 和这个车尾的这个玻璃连成一体 非常有这种流线性的感觉 很好看 独特的车型 个性的设计 会让你从众多的车里一眼就看到这款色 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内部空间 它整个车的内部空间是120.9立方英尺 如果在后排座不放倒的情况下 这块的空间呢 是24.2立方英尺 如果后排座全部放倒的话 它的空间呢 是62.1立方英尺 Kia Soul配备了8英寸或者是10.25英寸的触摸显示屏 它全系标配了Kia Drive Vice驾驶辅助系统 有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车道跟随辅助系统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驾驶员注意警告系统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体验一下 这款车的动力是足够的 而且方向盘的回应是非常灵敏的 这车呢感觉很小巧 通过性很好 但是内部的空间呢 又不会显得很小 内部空间显得很宽敞 这个方向盘 你看它的反应是非常灵敏的 最主要的是很轻 开起来不费力 就是驾驶体验是很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有关Kia的车款 欢迎来到Saramonte Kia车行 来这里试驾了解 这里的销售人员将结成为您服务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